這個MZ上面我覺得其實她頭髮現在直 那因為我覺得她可以其實在頭髮 在頭髮上面可以有一些些彎度 有一些彎度其實會讓你的那個年輕感會更高 所以這樣會比較老喔 不是老會看起來缺底 還有就是髮量會看起來比較少 喔 對 那因為頭髮有些彎度會看起來比較年輕 來彎嗎 彎一下之前我要先開門 有一個slogan要講 如果你想要打造韓劇女的女主角的髮型呢 所有的單品都在這裡喔 跟佑群老師的差很多啦 有一個棒槌耶 好多喔 我們很小啦 我們會有雷聲說的棒槌 因為你是飾品啊 頭髮 我是飾品 那最重要中間有一個那個像狼槌棒的 我們請按下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頭髮 你還幫我打褲子 你還幫我打褲子 你沒有醒啊 躺在那裡就有 因為你沒有醒 我要幫你打醒啊 好 我現在要 這根是 很猛耶 很猛嗎 看起來 老師你真的是要把我殺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講就是 因為在十年前 你知道剛開播的時候 我們是用電棒在操作 對 可是經過十年 我一直在找尋一個就是 我看到很多消費者在操作電棒的時候 都碰到很大的困難 不是被燙到 不然就是覺得不好看 所以就打座啊 後來我在最近 最近在韓國 韓國的網站上面 跟Youtube上面一直有 在盛傳美國 有一個很厲害的捲髮器 它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已經解決了消費者的困擾 就是你不用捲 你只要把頭髮放進去 它會自動幫你捲完放下來 就好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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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手就要擺在上面 出來就OK了 真的 它是機器人吧 那現在目前 這支是台灣的第一支 因為在十年前 我最大剛開播的時候 我們是用電棒在操作 對 經過十年 我一直在找尋一個 就是 我看到很多消費者在操作電棒的時候 都碰到很大的困難 不是被燙到 不然就是捲 不好看 所以就打座了 後來我在最近 最近在韓國 韓國的網站上面 跟Youtube上面 一直有在盛傳美國 有一個很厲害的捲髮器 現在目前 韓國已經在上市了 播出的時候已經在上市了 台灣在今年大概 九月到十月會上市 那這個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它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已經解決了 消費者的困擾 就是你不用捲 你只要把頭髮放進去 它會自動幫你捲完 放下來 就好了 真的 真的 我待會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再來就是它的設計 就是它的時間可以設定 通常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在做頭髮的時候 是要停多久 它會告訴你 你要停8秒還是12秒 它會用嗶嗶聲告訴你 是喔 是喔 那再來一個就是 再來就是捲度的位置嘛 它可以 你可以捲右邊 它的捲度就向右跑 你可以捲左邊就向左跑 是喔 這還不夠聰明 最聰明它是可以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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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上面 一捲左 然後一捲右 一捲左 對 所以它比較自然的 它會告訴你 它自己會左右 左右 所以你的手只要擺在上面 出來就OK了 真的 它是機器人吧 就是 左轉 右轉 左轉 然後它就設定好了 它自己轉 那我現在設定 就是它左右自己轉 那它比導航還厲害 真的耶 它真的很厲害 我看到它 我也其實我也很 也很sharp 那現在目前 這支是台灣的第一支 喔 因為韓國電源牙 跟我們不一樣嘛 所以你在其他城市買 在台灣是不能用的 第一個呢 就是你要適量的髮量 放進去喔 再來就是把捲棒 好 我們來看喔 好 放進去就可以了喔 你看我的手的這一端喔 你要先把這個夾起來 對 吸進去 好可怕 好 你要閉一聲 有 第二次 第三次 有 有了 好 可以放下來了 好恐怖喔 有沒有很聰明 很聰明耶 所以就依序 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想玩玩看 我不知道說要抓多少啊 隨便你 隨便我們 試試看 其實多也是可以的 不要太多啦 這個地方 這樣子 對 這樣子 對 放進去的時候頭髮就 那個機器不要動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樣 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夾起來 對 夾起來的時候手封掉 好 這邊手hold住 對 他在冒煙耶 因為他上面有上造型褲發瓶 好 打開就可以了 打開 我不想開啊 看那會怎樣 不要啊 他不開會怎樣 好漂亮喔 真的 真的很漂亮 這個機器真的太聰明了 真的耶 來來 舌頭 你好玩耶 他真的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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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耶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 我覺得他這 經過了十年 這個製造商真的很聰明 你看喔 而且很快耶 哇 好厲害喔 可是吸塵器 對 好特別喔 他很快 他基本上他速度其實 但是在製作上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手不用動 對 你就要撐住 在那位置上面就可以了 放下來就好了 哇 好聰明喔 老師那這個是要頭髮乾的時候 都是乾的 只要碰到加熱器的造型的工具類 都基本上都是要 頭髮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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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頭髮軟細的人 要先噴噴噴水嗎 我覺得可以上一點點定型衣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剛有在那個 M的頭髮上面 M的頭髮上面上一點點 先噴定型衣再捲喔 因為我擔心他的頭髮不夠 不夠Q啊 可以塑形 老師慢慢捲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那個 花了我們30秒 老師好了 我好了 我好了 幫你把捲頭撥鬆了 哇 好美喔 大概花5到10分鐘吧 好快喔 而且他的捲度就是 你可以自己 對啊 你不用 就沒有困擾 老師是捲完就這樣撥 把它撥鬆 我上了一點點護髮的 就是我們一直在節目上推薦 就是大家可以上一些 免沖洗的護髮 捲完再上 對 摩 這樣都不會油油絲絲了 它不油啊 我怎麼會選一個 油的跟絲的 來破壞我的髮型 是 你就手 一起進去把它撥開 撥鬆 它自然就會跑出 正反的凌亂感出來 那到髮尾的時候 稍微把它撥鬆一下 不要把它梳開 好 輕輕的戴一下下 撥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它的線條就會很自然 對啊 就像戲裡面的那個樣子 對 就不是那麼刻意 而且比較不容易 真的是自然 就是很自然的捲度 沒有正反正反捲的問題呢 它已經把你設 機器已經告訴 它會幫你正反正反 其實你還滿正的耶 對 好 好 在髮褲的選擇上面 剛剛這個我覺得 它是很好看 沒有問題啊 我覺得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可以選擇一些 稍微低調一點點的 因為你的個性很外放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希望你可以配戴像這個 它也是 它也有不靈不靈 但它的不靈不靈 其實比較 有一些質感在上面 比較有質感 那我覺得這樣的質感 配戴你的話 當然我覺得是加分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上去就可以了 有嗎 這樣好看 這樣比較俏麗 對 你好適合戴法 對啊 而且不會有距離感耶 一波浪夾將點他的指法 創造成浪漫的波浪卷 再搭配甜雅的寶石對面髮窟 那村夫頭不見了 看起來就像是個小公主呢 哇